家中有爱犬爱猫的民众都知道 宠物需要每年施打狂犬疫苗 但是在偏乡地区缺乏动物医院 如果要跑到市区 非常的周车劳顿 因此台中县动物防疫所 每年都派员下乡进行了 犬猫疫苗和晶片的注射 让民众觉得相当的便利 书医师以快狠卷的手法 为毛小孩施打狂犬病疫苗 还有注射晶片 这次台东动物防疫所 特别安排到金风箱服务 也免去四主还要跑一趟市区 周车劳顿 家里很多毛小孩 如果说要前往市区一趟的话 大概都要半个小时分层 我觉得动物防疫所 他如果要到乡镇或各村庄 我觉得当然是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方便 家中有爱犬爱猫的民众 我们都知道 穷物每年都需要施打狂犬病疫苗 但偏向没有动物医院 因此台东动物防疫所 每年派员下乡进行疫苗注射服务 执行超过十年时间 也让四主对于爱猫爱犬的身体健康观念 又大幅提升 这次怕小伙会咬别的回家的小孩 比较危险性比较高 所以要不要打狂犬病的那个狂犬 打镜犬的东西 长期来讲的话 他们第一个是制导说 他们第一个知道说 犬猫是每年都要打狂犬病疫苗 那另外去对学育来讲的话 他们观念性比以前也提升不少 以前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那个狗妈他们必须要 必须要给他们做什么捷渣 就给它喂养 可是他们现在都已经知道说 就是要给他们捷渣 他们才不会在他们那边 摄取越什么时候 造成一些问题这样 台东动物防疫所 每周安排到不同乡镇 进行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 只要家中有毛小孩的民众 务必免年带犬猫 施打狂犬病疫苗 才能有效避免狂犬病侵袭 解讲解 静风向报道 感谢观看